押解移送 清明嫌犯首到勤来犯下台中车伤绑架案 其中走在最前头的就是66年次的理性主嫌 因为基于肉票车伤获利多 才决定掳人勒署 一般的掳人勒署案件都是想要求财 可能就是说换嫌有需要财务上的困难或者怎么样 双兵名车和国产车一字排开 嫌犯驾驶这6台车辆全遭警方查扣 其中黑色国产车在第一时间就停在被害人住家楼下的水池旁 绑匪将被害人丢进水池再垫婚 之后肉票被载往台中大坑山区 绑匪载换双B坐车前往拘留肉票的现场 彼此应该有联系有确定平安 那所以说他们的据了解他们的弟弟的婚礼是照常进行的 37岁料姓车商业务2月4号在台中市区遭到绑架 在这期间肉票被7名绑匪联手挟持整整9天 最后在张化身港的超商门外被释放毫法无伤 不过被害人当时紧急拦下白牌车 因为他一心只想平安逃回台中 绑匪喊价赎金两亿新台币之后家属杀价剩下八千万 不过最后只筹到一千五百万 传出绑匪指定三名道上大哥居中斡旋 七名绑匪有两人主动到岸 另外三人在基隆落网 七人密谋绑架车商 不过最后赎金并没有落入绑匪手中 记者廉价庆张军动台中彰化的综合报道 七人密谋绑架车商